英国科学家霍金预言 外星人毁灭地球 人类想象外星人就像ET 会对人类伸出友谊之手 但被誉为爱因斯坦之后 最杰出的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 前天警告 人类遇到外星人可能是死路一条 霍金与Discovery频道合作拍摄纪录片 与霍金一起探索宇宙 他认为外星人发展出高度智慧 可能已将家乡的资源用光 在宇宙中流浪 寻找可以侵占的行星 人类发射太空船探索宇宙 在船上放人类图像 和地球位置的图解 或是朝太空发射无线电波 都等于是提供资料给外星人 来锁定地球的位置加以侵略 霍金说如果外星人到地球 结果会向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人类的下场 不会比当时的美洲原住民好到哪里去 在霍金的想象中 大多数外星人外形是微生物或简单的动物 也可能是长得像蜥蜴的肉食性动物 或者是生活在冰层下的荧光生物 也可能是颜色鲜艳 能用尾巴杀死猎物的生物 今年68岁的霍金智商高达160 媲美爱因斯坦 在物理学研究成就非凡 但21岁被诊断出为剑动人 现在全身瘫痪不能说话 只靠一张高科技轮椅 用合成语音与外界沟通 霍金曾经亲自上阵 体验无重力状态 而他对外星人的理论 将从7月4号开始 每周日晚上9点 在台湾的Discovery频道播出 动新闻综合报道